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大日子 值得我们庆祝 自从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以后 香港的社会由乱直至 国旗跟国歌代表了我们国家 是我们国家的象征 我希望我们香港所有的学校 以及我们以后推广的所有青少年活动 爱国主义活动 要更重视国歌跟国旗的教育 而且要从娃娃抓起 尊重国歌 尊重国旗 是我们每一位最基本的公民责任